好嘛,接下来这个专题叫做发车间隔问题 这只是书面语的说法 在催事班里,发车间隔问题有它自己独特的名称 叫做公车超人问题 公车超人,听说过吗? 听说过前代超人,听说过奥特曼各种超人 但是公车超人,头一回听说,对吧? 它不是说超级人类的意思 而是说超过人 公车超过人这类问题就有什么呢? 机密呢?来看,第一类问题 从电车总占,每隔一定时间开出一辆电车 一听就是电车,发车,对吧? 时间间隔一定的才告诉你,每隔一定时间 一般说来咱们典型的间隔问题,发车间隔问题 时间间隔是注定不会改变的 但是这个间隔除了时间之外 还有一层意思也不会变,知道吗? 时间当然不会变 每隔五分钟,每隔七分钟 这是固定的 但是从空中看来 小老师如果变成超人 飞到半空当中,往地上一看 发现每两辆公交车之间的距离间隔 是不是也不会变? 不考虑红灯,不考虑什么东西 那些生活里面经常会影响它们的因素 在数学里面是单纯的想象这个模型 这两辆车之间的距离,下两辆车之间的距离 距离一定是相等的 而这个距离间隔不变 就是咱们解这类问题的关键 小老师送给大家一类专门解证问题的方法 保证你用了以后一试一个车 爱不试手 OK 它们的距离间隔,时间间隔都不变 但是就这个距离间隔不变 每两辆车之间 一辆车在这儿,另一辆车在这儿 下辆车肯定在这儿 距离间隔都是一样的 每两辆车之间的距离间隔 咱们假设为单位一 不考虑车身的长度 OK 车身的长度在这儿一般来说 不做研究 距离假设成单位一 接下来咱们用工程问题的方法 列俩式子 这样的题目全都一看搞定 胖胖与气球两人在一条街上 沿着同一方向行走 胖胖每隔十分钟 遇上一辆迎面开来的电车 注意了 咱们的第一个式子可就可以写了 胖胖每十分钟遇到一辆迎面开来的电车 说明这回他和电车之间是超的关系 超越的关系 还是相遇相撞的关系呢 肯定迎面遇上是相遇的关系 不算相撞 对吧 那相遇每隔十分钟都遇一次 说明一开始 当胖胖刚好经过一辆车的时候 他和下一辆车之间的间距就是单位一 对不对 就是咱们传说中的一段路 接下来过了十分钟 两人合走完了这一段路 两人的效率之和是多少呢 十分钟合走一段路 一分钟合走 那可不就是十分之一段吗 诶 这个写法是不是很像工程问题的写法 看清楚 这个式子就是崔老师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 胖家车等于十分之一 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个人 说气球每隔十五分钟遇上迎面开来的一辆电车 他俩也是迎面相遇 但是这回七家车 这就是传说中的汽车的来历吧 气球和车俩人每隔十五分钟能把一段间隔合走完 对吧 当他合走完的时候 下一辆电车又和他距离单位一 又隔了十五分钟 两人又合走完了 所以他俩的效率和是十五分之一 而且我在这里还知道一点 你看两个方程却有三个不知道的量 位置数 那这方程起不成不定方程了吗 不用急 人家还告诉你一个 这两个关系 胖胖的速度是气球速度的三倍 说明在这个地方咱们可以把胖字擦去 写成几倍的气呢 写成三气 OK 那这回用凑筒瞪眼法 你直接把答案瞪出来吧 看看三个气加一个车等十分之一 一个气加一个车等十五分之一 说明他比他多了几个气呢 正好多了两个气 他比他多了几个数呢 等于十分之一减十五分之一 也就是三十分之一 说明一个气球的速度等于六十分之一 要是气球自己单崩的走 走完单位一这段路需要六十分钟 但是别急 人家问的是车的发车效率 那车发车间隔 看看它的效率是多少 来车的效率等于车加气 也就是车加上六十分之一 等于十五分之一 那车呢 车自然就等于十五分之一 减去六十分之一 等于六十分之四 减去六十分之一 答案等于二十分之一 车的效率是二十分之一 说明车自己单崩 走完这个单位一这段路 要用二十分钟 对吧 最后的时间 一除以二十分之一 等于二十分钟 那想想看 走完这二十分钟 下一辆车紧跟着就要出来了 说明他们的距离间隔 单位一时间间隔呢 就是二十分钟 所以最后的答案 电车总站 每隔二十分钟 开出一辆电车 此题立刻就搞定了 同学们 看明白了吗 就用效率问题的方法 咱们功效的方法 先把总数设成 三为一 接下来两人一加 把速度用效率的 十分之一 十五分之一代替 一起凑同正样 答案就出来了 就是这么简单 OK